已经触发了 他们在未成年的时候 所被偷拍的 被设局的 年轻球员遭散布不雅影片 直来联盟执行长陈建州 亲上火线回应 过去是篮球员 黑人特别爱体育 奥运赛事也很关心 IG现实动态 听柔道男神杨永伟交打气 但翻拍电视的画面 却出现疑似盗版软体的跑马灯 太太范伟奇的脸书 这段影片更被抓包 原来家里用的是安博盒子 在观看奥运转播 不少网友涌入留言 说安博才是最大赢家 喊话名人还是要支持正版 比较妥当 我们致电黑人陈建州 未接听电话 他脸书po上 坦诚错误 使用奥运非授权画面 身为公众人物 必须要接受更严格的检视 会记取教训 未来继续用行动 为体育发展付出 回馈社会 但道歉没多久 太太范伟奇 脸书用英文发文回应网友 意思是 他没再问别人的意见 似乎要网友闭嘴 再度掀起论战 不止黑人 家里用安博盒子 前共同党主席朱立伦 也在奥运期间PO文 但被抓包 怎么偷偷改照片 而四号朱立伦的这张背影 看奥运转播 要上午11点经过修改 诶 照片哪里不一样 眼前网友发现 怎么安博盒子被批掉了 主席轮办公室 发出声明表示 家中使用的是 合法付费的有限系统台 观看奥运转播 还强调 安博盒子是台湾纯净版 但随后脸书小编 又悄悄地把原图换回去 科技时代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批过也必留下证据 三讯阵容收藏头的